台东县自助市加水站普及 不少民众都会到加水站装水饮用 为了确保民众的用水安全 台东县政府去年针对县内列管的加水站 执行年度水源水值专案抽烟计划 各项水源水值抽烟的数据均符合饮用水值的安全 合格率百分之百民众可以安心使用 台东县内自助市加水站现在相当普及 许多民众都会到加水站装水饮用 而为了确保民众用水的安全卫生 台湾县府去年针对县内列管加水站 执行年度的水源水值专案抽烟计划 而各项水源水值抽烟数据均符合饮用水水值标准 我们环保局针对加水站的部分 是针对它的水源来去做管制 加水站的管理的话则会在卫生区的部分 在去年一整年我们针对台东县内的加水站 我们经过抽烟的结果 它在水源大肠菌的部分全数是检验合格 所以民众在去前往加水站加水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它是不是有经过许可的一个证明 还有它一个安全检验的一个证明 那如果这两个证明在的话 那就可以放心的去加水 除了注意加水站是否张贴设立许可证明文件 以及自主卫生管理记录表之外 民众自备的盛装容器也得清洗 才能确保水值干净 而另外在饮用前一定得煮沸 环保局今年将会持续击查还有抽烟 以确保民众的饮用水卫生安全 介绍而如台东市报道